班上有人不做功课吗 其实一个班上多多少少都有人不会做功课的嘛 而且这种行为好像传染病来的 一个人不做一传十十传百会影响越来越多人不做 因为那些有做功课的人看到没有做功课的人 即使没有做也过到那么爽 请你是没有被老师发现的情况下的 自己心里也会不平衡 竟然导致了自己也不做功课了 就拿我做例子吧 我现在MCO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再加上网课 要交account功课都只是拍一下饭群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老师限制一天内一定要交 然后我就等别人发在群里面 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发 其实那个时候有真正有做功课的人不多 大家多数都是等前面几个有做功课的发出来过后 屁颠屁颠的抄哦 有些人更夸张 连抄都不抄 直接FORO别人的图片过来 当做自己有做了 只能说那个时候在家里老师打不到我 全部人都超级乱乱来了 还有什么要我讲呢可以在下面留言 评价学校厕所的环境 接下来的女生可能有一点听不懂啦 但是男生一定会懂 男生厕所里面一定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拿来站着给你小便的 一个是给你拿来蹲着大便的 我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学校男厕所只有站和蹲这两个选择 一个坐着的马桶都没有 这个还不算大事哦 在我进去中学的前一两年 学校厕所站着的地方连一个遮挡物都没有 我当时就想我们学校男生是有这么暴露狂吗 上上去直接掏出来就小了吗 当时我是一点都不想用站着的哦 其他人也不想用 大多数都是肛院拍有隔间的蹲侧 也不要去站着的地方给人家看到 如果差不多是MCO过后啊 厕所就有装了单板了 简直就是我在这个学校这么多年来啊 最大的改进哦 从此以后哦 我出了大便都是去站着的地方了 寒敞又方便 虽然还是很臭又对了啦 那是厕所吗 你难道还要求它是香的吗 不过还有什么要讲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讲下学校的几率老师 其实我一直来都不是很明白几率老师的概念哦 因为对我来说每个老师都有资格管理的几率 所以没有说一个特定的老师要来特别管理的几率哦 在我中学学校的话啊 其实有好几个几率老师 在我进中学之前其实就有听过他们的威名了 也的确 不要看这些几率老师平常好像好好这样哦 骂起人了啊 整个Bot都会听下他的声音哦 最倒霉的情况就是啊 刚刚我今年某一个科目是几率老师教 那基本上上课时间是连大戏都不敢闯 毕竟哪里也懂突然间他拿一根筋断掉 直接发火叫学生家长来 或者直接感动人 但是我目前学校是没有这种情况啊 还有另外一种很倒霉的情况就是啊 遇到一个情绪不稳定的老师 有可能偏常在班上还在和乐融融的上课 在开玩笑的聊天也已经很不小心冒犯到他 直接穿剧被脸给我们看 原本常到班上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种情况发生过后啊 直接造成大家的隔阂 以后讲话都很小心啊 还有什么要我讲到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最讨厌中学的哪一种朋友 我觉得我读男校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啊 没有什么心机的战斗哦 男生嘛做事情都是比较自来自玩的 所以那种心理战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其实我这个人交朋友蛮看感觉的 如果出现一个我讨厌的人啊 要是平常生活上没有什么往来的需要的话 我甚至不会跟他做朋友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很多情况就是啊 你已经洗别读男这个人了 但是为了以后的生活还是不能够跟他撕破脸哦 其中一种人就是啊 会让我感觉到厌存症的人 这种人情商跟治商是不成正比的 有的时候后面班的人哦 我跟他相处起来就很舒服 可是有时候跟前面班的人聊天哦 每一句话我都想要停止这个沟通的环节啊 然后马上离开 就比如说有个人 明明看到猪尔已经不想就去聊天了 还硬硬多加一个话题聊出来 让我还要回他 不然显得我没有礼貌 又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啊 在不该讲话的时候讲话 就会让我整个人不舒服 怪他是不是上天派下来惩罚老师哦 还有什么要我讲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学校有什么大瓜吗 其实真正大瓜我都不会讲出来的啊 毕竟不知道真的假的 损坏别人名义就不好了哦 而且其实我整个学生生涯 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让我上官惊悔的事情 那今天我就讲一个小小的瓜啦 今天这个猪人公啊 我叫他Q男吧 是横跨了我小学的中学人物哦 因为我很不幸的小学跟中学都是跟他同校啊 现在我不是同班哦 在我小学放学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班级是在三四楼那样哦 我去班级的时候啊 看到很多人具体在栏杆盘域 走出去看是要 哦 有一个人打算跳楼 我帮他老师还过去安慰他 讲真的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算真的跳楼啦 我也不知道他多说什么 过后就有听到传闻说 他曾经用玻璃碎片割自己的手哦 所以对他的印象把他就不是很好哦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年纪都很疯模范 但是我就买了很多模范 结果就会用不到哦 我就送了一个给我朋友叫他学 然后Q男就常常在学校门口过来找我 叫我送一颗模范给他 骂到我跟他根本就不熟 他个屁模范嘛 过后在中学的某一天哦 突然看到新闻讲他失踪了 但是还以为他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三天后被发现原来呆在网咖 然后被学校感动几天也不知道啦 就那一那我跟他也没有什么交集 如果还要我讲什么 其实是没有留言哦 需要有人带零食去吗 我相信每个人班上 都有一个好像杂货店这样的朋友哦 每次上课上到鞋了啊 想吃点东西 问他有没有东西吃 他都会掏出来一点零食出来给 真的是相当的感恩啊 但是有时候蛮可怜这种人的啦 因为通常一个人讨啊 就很多人讨 而且没有人会给钱的 因为一点小零食还要讨钱的话 就好像有点奇怪了 所以这种人每次自己带东西来吃哦 结果自己都没有知道多少了 每次都默默的付出啊 到后期很熟很熟的时候啊 有些人连问都不问 直接去他背包找了 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哦 明明只是出去一下子啊 回来看上背包好像找小偷那样子 虽然好像的确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们要珍惜身边有这种朋友嘛 最好平常功课就完啦 主动借给他超补偿他一下啦 出来交朋友要懂的一些人情事故啊 就这样啦 下课 如果还有什么要我讲呢 可以在这边留言吗 做过最屌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广泛了呢 那我就自己把这个问题 缩小到一个范围里面了 就是在学校做过最屌的事情哦 如果你是在Fone12345啊 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现在毕业过后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考SPM 你可能考时间会觉得很压力 但是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了 很简单的一个人生里程碑罢了 就跟考车一样哦 但是我其实 其实我现在已经毕业四个月了哦 我还是觉得我当初 熬过SPM是一件很屌的事情 可能以后我大学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就目前而言哦 算起来是考SPM 因为我其实本身是一个 扛压能力非常差 而且很容易想很多人 当初我考车飘一次下 直到我考第二次车之前哦 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过一个好觉哦 我会一直懊悔当初 为什么会放下那个错误 又或者会想象 为了考车会不会又做错那个步骤哦 所以每一天都难以入眠啊 考车还是小事情哦 考SPM这个压力这么大的一部里程碑哦 所以在考SPM前几个礼拜 虽然我表面上一次在摆烂了 但是我心里那么压力其实越来越大哦 幸好就是考到还可以哦 不然SPM会成为我每个晚上的梦夜了 还有什么要我讲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如何做好一名班长 其实我不瞒大家说啊 我小学时期其实做过一两年的班长吧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这个这么内向的人 还做过班长这种职位哦 那么作为一名既做过普通学生 也做过班长的人 看到了这名职位的两面性哦 本身认为做好一名班长 至少做到以下几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哦 你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民帮你高高举起 这种概念套用在班长也是一样的 做一名班长最起码要懂得一点人情事故哦 不是看到一学生一犯错就马上去打小报告 这种行为只会显得你很小心耶 作为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跟做一名负责任的班长 本身是不冲突的哦 第二就是班长也是人 不宜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设 你们可能常常看到戏里面班长都是成绩高平行好人 那现实生活中班长可能是陪着快学生一起疯人哦 所以不必束缚自己 不然等你那一天不耐了啊 你的完美人设就自然有染的塌房了 还有第三 就是多少在班长还是需要建立一点微信呢 该凶的时候还是需要凶呢 不然一点都控制不到学生 做什么班长 不要像我当初那样 换节的时候老师还没来 班长长了半死 我根本控制不住 拍什么要的家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最喜欢的老师 那我本身最喜欢的老师呢 应该就和大家一样啦 就是那种不怎么会骂人呢 然后我们全部人在班长聊天 老师也不怎么管 还可以跟我们很family做朋友那样 只要到这种老师节啊 就会很开心 因为简直就像回到家那样 整班好像新年团败那样 就差没有拿汽水出来招待人了 全部在那边虚航温暖 虽然天天遇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讲 好像毕业几十年没有遇到的老友这样 但是反转过来嘞 可是小儿子通常我遇到这种老师 上课肯定不专心 成绩肯定一落千丈 就好像我红红的国语那样 那个老师相当相当的好 真的就好像朋友那样 上课最后天还一起拿电话出来合照这样 结果成绩考30分出来给他 持生国语成绩没有这么烂过 那么我之前讲过很多次最讨厌的老师 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啊 这种老师通常对我这种人才说 才是最有用的 我刚才讲到我缝缝老师很好 结果考了30分 但是很幸运的缝发 遇到一个盲言的老师 结果考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出来 真的是Hallelujah I'm to follow 还有什么要我讲呢 肯定是没留言哦 对于寻察员的看法 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啦 但是我在小学时期 对寻察员有一股打虫心理的害怕 以及服从 每次下课的时候在转车上面跑 然后有寻察员路过马上大喊 只能好像除了老师他们最大了呢 但是到了中学时期 我们就开始叛逆了哦 对寻察员有种鄙视感 就感觉他们是一直在耍大牌呢 虽然其实他们没有这样 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会遵守寻察员指示啦 但是已经开始会背地理不爽了 少部分人会开始不遵守校规了哦 一夫死死不要塞 虽然我也不懂不塞的意义是什么啦 可能是代表不要屈服于全权的表态吧 我是没有杀到天天为了不要塞衣服 跟朋友吵架啦 就塞罢了生了一堆麻烦 到了中学最后一年缝发哦 所以在学校最高阶的朋友都是缝发学生 我们哪里会甘愿给缝发学生管哦 我们在这所学校呼到的空气 可比他们多一年耶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学生都不听话了 开始没有讲到可以下面留言哦 中学和小学食堂的区别最讨厌的食物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吗 我小学和中学读的学校啊 食堂都是同样的家族做的 所以基本上味道是差不多太多 幸运是啊 我小学时候很喜欢吃学校食堂的hot dough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食堂的hot dough啊 特别的好吃啊 每次吃还不舍得吃到太快 就怕这么一味烧中即逝啊 结果非常不幸的 在我六年级过后啊 学校不肯食堂卖油炸食品了 结果我hot dough就消失在我的小学最后一年中 然后我中学实习的食堂是同一个家族做的 所以我记忆中的hot dough的味道又回来了哦 但是倒霉的是什么呢 各位不知道他们是换主法的还是换hot dough品牌哦 整个变到相当难吃 又干又皱又没有味道哦 虽然我学校食堂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但是我就没见过能把hot dough炸到这么难吃的哦 从我最喜欢的食物变到最讨厌的食物啊 也是不容易一下哦 还有什么要我讲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科家酷素 作为一名考过Xpn的学长来给你们点建议就是啊 科家酷素能够多认真做就多认真做哦 我知道这样有点为难你们啊 因为我知道science partner那些人啊 科家酷素多到一个爆炸 我本身是阿邦哦 而且我又没拿account很久 所以我要做的科家酷素只有psv而已 但是science partner的人啊 vcchampio都要做 我当初看他们做account的科家酷素已经够辛苦了哦 老师整个好像拿鞭子打马赶路这样 无法想象你们需要做这么多颗的科家酷素是什么情形啊 而且惭愧的是啊 即使我只有一颗科家酷素送 还是做到很不认真 我的psv科家酷素基本上是做到能够看到懂就好哦 别人一幅画需要几个礼拜画好 我是几节课在那边偷偷画画出来的 质量能够一样耶 结果最后拿的分数很低 psv也成为了我唯一颗没有拿air的科目啊 有一点点后悔啦 没有很后悔一点点而已啦 我有一个朋友认真到这样耶 他发现到科家酷素有一个小地方做错了 结果直接整份重做 然后熬夜就完第二天没有睡觉的来学校 我是肯定我自己达不到那种程度啦 所以我拿不到air我也是认了 这种程度哪里是我能够比的 所以我才说在你能够办到的范围内尽量认真 毕竟科家酷素是你的spn的分来的 肯定还是要拿多一点 还有什么要讲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啦